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我用到了两个习惯养成的方法 第一个是提前好准备所需要的东西 减少开始时候需要的精力消耗 比如我去游泳会提前一天准备好泳衣啊毛巾这些 投入了那么多时间早上就不会不想去了 第二个习惯养成的方法呢 就是在前一晚上睡觉的时候 在脑海中演习第二天的安排 这样睡醒的时候就知道要去做什么了 现在先去换个衣服 它只有这么一个机器来吃豆饭 现在差不多了 我游了20分钟 因为很久没有游过了 这边特别酸 我游了比较快 所以现在就回去了 几乎没什么人今天 我回来了 刚刚洗了个澡 我一般会在前一个周末或者当天起床的早上去规划的一天 我之前是用notes来做计划的 但是我现在发现用手机还蛮方便的 只要你在这个时间点长按 然后你就可以输入你的所有信息了嘛 那重点在如果你想调整的话呢 你就长按 然后你就可以随便拉和随便拖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 用这个来规划 最近我没有怎么用国语自我的 我发现这样在手机上写很容易调整 也很容易做一些重复的规划 一般呢 我会在周末周日去规划整一个下一周的行程 如果没有规划的话 我就会在我起床之前当天看一下我的行程表 我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就把它完全写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很方便 那之后呢 我就要去冥想十分钟 一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是以为你就要冥想 它是非常高强度 你需要坐在那 坐个两个小时 这样就 嗯 才说冥想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个转折点呢 就是我后来去做瑜伽了 然后瑜伽在最后一部分 会有一个冥想的一个流程 那当时我就觉得哇 特别放松 特别舒服 所以呢 我很喜欢瑜伽 也很喜欢冥想这一部分 自己去研究了一下 后来我真的看到那种生活特别忙碌的 像乔布斯 还有一些我喜欢的YouTubers 他平时都有冥想的习惯 其实你每天只需要五到十分钟去冥想就OK了 主要就是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 所以我一般会选择在我床头这个位置 因为坐在椅子上我觉得有点不是特别舒服 在床上的话我可以靠着那个床头 然后就会比较安心放松的坐在那里 那冥想其实有两种 有一种是自主冥想 就是你完全放过你的大脑 然后什么都不去想 去专注自己的呼吸 那还有另外第二种方法就是有指导的那种声音指导的冥想 之前我做瑜伽的时候也是有声指导的 就是我很喜欢别人告诉我要做什么去不想东西 或者去想一些什么 因为刚开始的话 其实你自主冥想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你要很高度集中你的注意力去不去想东西 所以我个人比较偏向于有声指导冥想 那我手机里呢一直都有Keep这个软件 之前一直用Keep在家里做一些运动嘛 最近我发现在Keep里面还有一个瑜伽的课程还挺不错的 主要就是它包含了冥想的这一部分 只是温柔的将注意力带回到你的感受上就好 这个习惯养成之后呢 我个人的专注能力强了很多 就是上课没有那么容易走声了 并且我很专注的听完一节课也不会觉得累 有时候身边的朋友跟我说哇好累啊 然后我会说啊其实还好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用的推荐一下给大家 现在真的觉得放松了好多 现在我要去上课了 我们今天早上去上了那个课程的讲解 然后现在要去上课刚刚吃完了饭 这个电脑自架还是蛮好用的 最近脖子都没有那么疼了 今天上课讲的全都是运动 我现在脑子有点累了 所以打算在车上休息一下 这么方便的吗 他们还有头痛药 现在现在正在买点吃的 有点饿了 这边的环境我还是蛮喜欢的 我打包了个红薯 我以为它会放在那种打包的盒子里 结果它只是放在个袋子里 里面还是有酱的 所以还是要这样脱子 现在下雨了 回家了 刚刚回到家了 然后打算开心的吃我的红薯 然后完成一下我昨天晚上一直在弄的project 我安装了一个插件叫Magnet 然后我把文档这样拖过来 它就是能够放在左边三分之一的位置了 我们这个老师做这个文件好细心呢 刚刚吃完了饭了 我戴一些眼镜戴久了 觉得眼睛特别干 所以今晚打算继续戴眼镜就好了 我今天有两个写作任务 第一个就是写一个短篇的assignment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 我们这个作业还没有去的 就是让我们24小时不上网 一般呢做assignment的话 我会提前几天去读一下他这个作业任务 然后每天就是有空没空的时候去想一想 然后写的时候就会特别快 我觉得我睡觉的时候吧 我的大脑还是会偷偷去思考这个东西 然后呢一般我在写这种assignment之前 我会在前一天晚上认真读一下 整个写作的要求 一般睡醒之后呢就会脑海里会产生一个概念 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大脑会去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像上课之前预习一样 就是一个写作之前的一个预备吧 我觉得这样会特别高效 那这就是今天的一个productive day with me的视频了 如果新来的话记得点个关注 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赞吧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